每次我们排练完就会觉得很很很糟 就感觉自己情绪一定要套 发泄出来 其实现在整个框架拉下来 但是有很多缺口 你们基本上没有怎么交流 我说那种交流是一个团的那种交流 就老是排完三个人在这组上面玩手指 那到底你们是在一个什么的 比如说很简单黑帮片 就是老大然后两个人说 他说他造反他说他造反 然后我们来谈判那种感觉 就是前面那边 就是婚礼带了人物角色的那种感觉 或者我们是三个什么干嘛的 对 那这样吧我们从手指开始吧 第一场过去的时候 与其一定要给一个很老大的那种状态 哪里 与其是第一个开唱的对不对 我哪里唱他麦了 左手 完了已经 我自己唱什么麦了 你用杰势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好 停 你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对 手应该是这样的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还在这里 结 然后打拳头的时候才放 好 再来一次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等会儿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八 八 来 好 你用杰势和Rocky一起Hit Hop就了结 八 八 来来来 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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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确实地跟他排练 所以你要么就别看他 你要看他的话 你就会忽略其他人 这是他的优势 所以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都有一个很好的化学作用 我觉得那个感觉有就练熟一点 就是与其去看他们的时候 你可以大胆这样去看 我不要准备收眼睛吗 对 guidanc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